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这次警察抓了2400多人 他们发现有些人是专业的骚乱分子 这里面有一个女学生 还是中共的党员 挺哈马斯的背后金主也是犹太裔的 最主要的组织是索罗斯资助的 这些个所谓的学生领袖 他们都是发工资的 吃的东西都是统一送的 被抓了的话 后面的律师团队全部准备好 现在这个战争 哈马斯条前从河流到大海 就是一句反以色列反犹太的 种族主义的口号 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 西方年轻人 他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受益者 他要喊一个要消灭自己 追求目标的口号 既矛盾的又非常可笑 他就是另外一个这种形式的反战运动 这样让这个哈马斯可以存活下来 这次参与反游运动的这个核心 和四年前的阿迪法运动 其实是一帮人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